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飞上枝头变凤凰 是多少女人改变人生的梦想 听起来像灰姑娘变成公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首相 是少奶奶命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一个 就是手 它有财博纹,钱财纹 这种是富贵之命 就是在小指和无名指下方 有多条竖线或者斜线 这种斜线呢 竖线越多越好 这种叫钱财纹 在首相当中 钱财纹越多是越好 非常清晰不稳乱 没有什么杂纹干扰 那么这样的话 是生财有道 而且都是赚得轻松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掌心名堂的处低挖 掌心凹陷 掌心凹陷 现在我们之前讲的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呢 是名堂处低挖 八卦丰隆 第二个呢 是这个有元宝文 有元宝文 第三个呢 是看它的气色 比较红润 这个才是符合这个掌心 能够这个形成 聚宝盆的一种标准 这种人呢 是不缺钱 家庭兴隆 工作呢 也是非常的顺利 夫妻恩爱 日子呢 过得非常不错 是一种少 典型的少奶奶命格 那么还有就是手掌柔软 红润 扎实 肉多 那么 而且呢 食指尖尖 滑若无骨 这种女性呢 很具有理财 这个能 理财的能力 财运也非常旺盛 不缺钱话 要么就是女强人 要么就是嫁入豪门 成为少奶奶 总之呢 车房具有 日子无忧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一些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降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